我的主題想跟大家說一說 是波子數 Lens line to cancel minutes 在這裏有一個詞語 順便跟大家不妨解釋一下 這個就是阿康尼很厲害 我們給他兩本書記的時候 他讓他注意到這件事 他問我們為什麼有時候用Lens line 有時候我們用Lens slip 剛才那個山泥傾射警告 是Lens slip warning 這個華哥指數 其實就是山泥傾射警指數 是Lens line to cancel minutes 如是者 你在我們的書裡 也看到有些 terms叫Lens line 有些 terms叫Lens slip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很抱歉跟大家說 其實原來真的沒什麼大分別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呢 是歷史的原因 為什麼是歷史的原因呢 我們經歷過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就跟剛才Denise說的 那個地質香港的地質一樣 我們是evolving 我們是變化、進化的 不過當然我們的時間 就不止地質也要進化 就不是說是億元或千萬元的單位 我們在十年、十年裏面 我們都有變化 我們今天覺得應該是Lens line 這一個詞語 就是我們普遍上去用 其實也沒有一個特別生的技術 只不過我們覺得 應該跟Lens line 起碼在約定俗成方面 在普及性方面 Lens line這個字 不夠普及 所以這個LPI 是我們近兩三年的產品 所以叫做Lens line Lens slip warning 是幾十年的產品 所以既然幾十年存在了那個名字 我們不再講 所以為何同時存在這兩個名字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講講這個滑波子數 以往 我們通常是怎樣呢 我們都跟天文堂面對同樣一個問題 就是說 咦 為何有時有些雨下下來 會山林傾石比較重要 有時下雨 山林傾石沒有那麼重要 究竟那個問題出去了哪裡呢 我們通常籠統地和大家解釋 就是說 回來傾瀉的成因 很多時間和雨水有關 但是這裡是非常籠統的 實際出現的情況不是這樣的 大家只要試試想一下 同樣的一場雨 同樣的一場雨 就是說它的intensity 如果同樣是這麼大的 同一場雨 如果它落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 它落在填海區 將軍澳的池塘區 又或者它落在半山區 得出來山林傾瀉的情況 是折而不同的 即是說 我們其實考慮 究竟山林傾瀉做不容易發生 其實不是單單考慮 那場雨本身的成績 我們考慮是包括有什麼呢 我們包括了 我們包括了是有Rainful的intensity 當然了 另外我們要考慮這一個Rainstorm 它那個覆蓋面和它裡面的分部在哪一部 最後我們要考慮那個地方究竟有多少天然山坡 有多少人造斜坡 我們考慮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才知道究竟Lensline的potential有多少 可能發生山林傾瀉 這個這樣的機會有多少 舉一個例子 好像這場雨 在8月5月這場雨 在天文台裡面 如果你登記這個Rainful的database出來 你一定要看到 它大約是有400毫米 集中在大路山 另外在500毫米 就在香港島 在多利亞島東邊 你看到它的分部 就是頗為平均 都落著這麼多上海 裡面紅點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場浮雨造成的山泥傾瀉的地點 紅點的地方 大家看到那些紅點基本上都頗為平均分佈了 當然大部份也都是在 人口密集的地方 或者是公路的兩旁 通常都是這樣說的 好了 我們又嘗試看看下一場雨 在92年5月的這一場雨 你看到那場雨基本上集中在半山區 在香港島 300毫米 比剛才那場雨更少200毫米 只是300毫米 但是它非常不幸地 全漢幾乎落在半山區 因此你看到山林堅石 就是集中在那裡 其實管理這一個觀念 就是很自然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講過 即使連我們自己總期都忽略 那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見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因此 我們就發覺 如果純粹從雨量的多寡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正如剛才山林堅石警告一樣 同樣就是 以前一直報告這個雨量 譬如說香港過去那個中頭 下了多少毫米的雨 一直以來香港天文台 其實中的只是尖沙祖塔 R61那個雨量 這個並不代表 全香港是不是大部分的地方 都下了這層 這是早期的一個缺點 正如當我們決定掛多少號風球的時候 不是掛 發出多少號的颱風信號的時候 雖然那個條件很清晰 譬如說 超過63公里每小時的風速 我們就說要發出爆風球 但問題就是 你拿哪一個風速界去擋 以前你只是靠沾沙祖之民棚這個 是不行的 現在今天已經不行了 你被人圍住了 所以天文棚受這樣的壓力之下 在前幾年終於修改了這個方法 用了幾個地方的平均數 同樣一樣在雨量計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要考慮這個因素 但是尖沙祖的那個我經常都說 那個沒有辦法飛走的 因為我們去做一些回歸分析 去做一些extreme analysis的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這個雨量計 或者高速計 因為它的時間非常長 另外我們也要考慮Ring4的影響 究竟是怎樣 而正在香港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件事 就是山來傾瀉 剛才所說的 我們可以quantify 我們可以批評到 extreme analysis 因此我們去做這個 去評估這個lens line的propensal 我們首先就是這樣做 我們covaled 我們首先將Ring4的intensity 和lens line的frequency 我們做一個covaled 然後包括Ling4的影響 然後包括Ling4的影響 包括Ling4的影響 包括Ling4的位置 包括Ling4的影響 我們有辦法測試到 究竟它的propensal是怎樣的 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同樣你看到 我們的分類都是這樣的 因為純普波 這個是純普波 純普波 純普波 就是我們分析了過去 接近了差不多十幾年的資料 其實我們實際的那二十幾年 在這裡展示出來 大概十幾年的資料 我們就將這十幾年的資料 就將它過後分下來 以十四個小時的羽量 和它因為這場羽量 引發到純普波 而發生山林傾瀉的頻率 我們做一個covaled 大家會看到 其實很自然而見到 就是這個羽量 這個羽量 隨著越來越大 24小時 發生山林傾瀉 在純普波上 會越來越高 這個當然 這個很純色性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一個 Factor 去到某一個羽量之後 山林傾瀉的數目 發生的數目 它會差不多Factor 即不是不發生 而是去到那個數目 這個背後的原因 頗為複雜的 是與斜坡和擋土場 背後如何去抵擋 它會倒的一個 努力機制的關係 但是那個機制 是屬於努力的確的範圍 不過我還不是在這裏搞識 但是這裏給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correlation 我們知道幾大的羽 大約對某類的斜坡 它會倒多少個 這個是大致上我們可以問得到 與石坡一樣的類似 這是Rock Cut's Look 田土坡同樣一樣 是這樣的類似 剛剛有一件事 就是我忘記說 上面這條軸是一個lock scale 我只會說很curved 我們有一個lock scale Retaining wall 我們同樣有這些數據 我們有了這些數據 所以我們就有辦法跟著去進行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我剛才早期跟大家說的 我們將一張圖 其實我們畫了Greek 我們這些Greek 就把它分開了每一個的location 每一個location 就大約是1.5公里乘1.2公里 每一個的位置 裏面的斜坡擋土場的所有分部 我們全部都在裏面 在這裏 你會看到不同的顏色 代表著那場雨的不同的intensity 所以你會知道 香港在某一個地區 究竟它那個雨量的intensity去到多少 我忘記了 我們有一整百多個雨量計 分佈在香港和新街陸道 是足夠令到我們這個Greek 可以很準確看到它的intensity 而在這個Greek裏面 因為1.5公里和1.2公里這個環境 裏面的斜坡擋土場的詳細資料 裏面的風險 裏面的很多很多有關的紀錄 我們都有辦法擺到這個地區裏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裏 而去鼓勵到究竟有幾多山人傾石 將會發生